人在加拿大魁北克出席G7峰会的特朗普 每等峰会结束 星期六就乘搭空军一号飞往新加坡 预计星期天晚上抵达失城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隔天将会分别会晤特朗普和金正恩做最后的准备 相较于早前的和梅善目 特朗普现在开始放话 表明会谈只此一次 要金正恩把握良机 而且还说自己很快就能看出对方是否有诚意 特朗普早前已经降低期望 坦言这只是一个开始 但他认为这次背负了和平使命 并对朝鲜的未来感到乐观 因为他认为金正恩想要为人民做些什么 上百名韩国社区认分统 昨晚也走上首尾市中心街头 手持烛光景气 希望特金会成功举办 另外也有集会者表示他们希望韩朝统一 未来可以共享铁路和人气等基本设备 让贫穷的北方邻居也能过上好日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